哈囉 大家好 我吐傑 今天帶大家來到的是北京的紫禁城 也就是大家最熟知的 明清兩代所有的皇帝 他們上班睡覺的地方 也是一生求見他們的場所 所以首先第一個在最外面 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這個五門 五門總共有三道門 最中間那一道門稍微大一點 它就是給皇上走的 可是有一些人呢 可以得到一些特殊的殊榮 比如說皇后 在大婚的那一天 他可以走這個中間的門 鎮鎮的走進去 另外旁邊兩道門呢 是給文武百官以及黃金國契走的 另外還有一種人 如果你是平民老百姓 你想走我看正中央的門 還有一個 以前說唯有讀書高 所以當你如果考上了 狀元 榜眼 跟燙花之後呢 那一天放榜 你就可以走正中央這個大門 一起跟皇上感受殊榮啦 所以接下來就透過這個五門 我們一起進去 紫禁城一探就近囉 通過五門之後呢 終於來到紫禁城內了 紫禁城為什麼叫做紫禁城呢 大家知道紫薇星嗎 據說呢在天上面的君王呢 他們是住在紫薇園裡面 所以在地上呢 最大的誰就是皇上了 所以皇上呢就坐在紫宮裡面 之所以叫做紫禁城 原因是因為這裡是禁止閒人進入的 所以才叫做紫禁城囉 那今天會帶大家帶到的呢 是有三大殿的前殿 以及三大殿的後殿 同時呢都可以看到 他們以前明清兩代的皇帝 在這邊召見他們的文武百官 以及辦公的地方 Let's go 大清的心頭之幻不在外面 而是在朝廷 首先的這個殿呢就是太和殿 這個是明朝的皇帝呢 就會在這邊會見文武百官上朝囉 文武百官在哪 就在這個地方皇上在這裡聽你們說話 清朝之後呢 所有的皇帝接下來就會移到後殿去聽證了 所以這個地方呢就變成新皇帝登基 或是有大型的典禮的時候 才會在這邊進行囉 同時這間太和殿呢 也是在整個紫禁城裡面的等級最高的殿 怎麼看出來呢 看看它的屋簷神獸總共有十隻 就表示它是最金碧輝煌的 同時在裡面呢 所有的造景 它裡面的所有地瓦磚塊呢 都是非常昂貴跟尊貴 是所有紫禁城之中規格最高的喔 中和殿 皇上換衣服跟休息的地方 這樣就可以直接到前殿準備上朝囉 前殿的第三個殿就是寶和殿 在清朝之後呢 皇上就是在這邊上朝的啦 不過這邊還有幾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包含在乾隆之後呢 他們就把殿士移到這個地方來了 另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他們曾經辦過兩次的叫做千走殿 六十年來 是你們輔佐鎮 保國平安 你們俯首農喪 致使大清的百頁希望 五皇萬歲 萬歲萬歲萬歲 萬萬歲 前所願的意思呢 是當如果你活了超過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家 就會被邀請來宮內跟皇上一起在這邊吃飯用餐 畢竟以前的人可以活到六十歲 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啦 接下來呢要給大家介紹的是這個 登 水井 非常平凡無奇 可是它很重要 大家看到前面這個地方呢 就是皇上上朝辦公的地方 也就是前殿 看到這一口水井之後 轉個彎 這邊就是他生活的後宮了 所以水井呢 代表的是他即將要進入他的生活場所 這個在前殿呢 是完全看不到的喔 接下來呢 過了這道前清門之後 我們就要到後宮去啦 首先呢看到門口的這個小獅子 是不是不像之前這麼熊揪揪揚 看他的耳朵 這叫做非禮物聽非禮物言 希望所有在後宮的人呢 都能夠非常的柔順 而且不得甘震 就算是後宮所有的女人都死絕了 正也一樣 要若無其事的上朝理事 後宮的第一殿 前清宮 以前清朝的皇上呢 他的正寢室就在這個地方 但是後來到了第三代 也就是雍正之後呢 他們就改到養心殿 大家大部分應該在一些 古裝劇裡面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後來前清宮呢 就變成皇上 繼續會在這邊辦公的地方 那其實我覺得裡面 有一些很有趣的小傳聞 總共有兩個 第一個呢 是嘉靖皇帝呢 之前在這邊 因為曾經差一點被宮女勒死 所以他據我傳聞說 他在裡面放了72張床 小小的店放了72張 就是不想讓人家知道 他到底睡在哪裡 免得再一次被刺殺 還有第二件非常重要的呢 就是正大光明點 就在這個裡面 到底接下來下一個皇位要傳給誰 就會把這個小小的密函呢 放在正大光明點的後面 到時候如果皇上去世了 駕崩拿起來 確認跟他比對一下 到底遺照是不是一樣 就可以正式讓新皇帝上機囉 好 後宮第二點 焦太殿 這個地方呢 就是皇后誕辰元旦 以及冬至三大節慶的時候 會在這邊舉行所有的朝拜 也就是說皇后娘娘會坐在裡面 大臣們就在這邊給他祝壽吧 中軸縣六宮的最後一宮 昆寧宮 就像它上面寫的一樣 希望你寧靜安靜順從皇帝的意思 昆寧宮大家都以前會以為是皇后睡覺的地方 但事實上 這個呢 是以前皇后跟皇上呢 他們大婚之日才可以睡在這裡面 其他的時間呢 像是他們會有薩滿教的一些儀式 也會在這邊去做舉行 不要再誤會是他們睡覺的地方啦 那最後我們就要出宮囉 Let's go 到後花園去 最後呢 皇上 娘娘 阿哥哥哥們 我們要逛御花園啦 在這邊呢 是故宮裡面唯一有樹的地方 如果大家有發現的話 在前面前見以來 都沒有任何的樹木哥哥畢物 所以其實所有的觀光客是非常痛苦的 以前的文武百官呢 就只能歸在那邊任由陽光曝曬雷雨交加 所以御花園呢 算是在這邊最綠意盎然地方啦 在故宮裡面呢 如果古樹上面 他們有貼了這樣子紅色的標籤呢 就是他們的身份證 表示呢 他們都已經活了超過300年以上的歷史囉 那其實御花園裡面有非常多的造詞 包含比如說像這個呢 就是御景平 也是裡面的最後一個景點 我們就準備要離開紫禁城了 好的 最後呢我們終於從神武門出來了 這裡也是故宮的終點 在對面呢 就是景山公園 旁邊呢是他們的護城河 那其實這一次呢 只帶大家走了總共中軸線六個宮而已 事實上故宮還有非常非常大 旁邊的後宮啦 那些秀女睡覺的地方啦 或者是娘娘呢 他們在那邊辦公的一些地方 所以實際上面來說 到底故宮有多大 裡面總共有8704間房間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每天都換一間房間住的話 你總共大概要住24歲 從0歲喔 住到24歲 你才能夠完整的住完整個故宮所有的房間 非常非常大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跟完呢 都對裡面有一些更多的了解啦 以上呢就是今天帶大家到故宮走一遭啦 如果你喜歡我這次的內容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到Facebook或IG都可以找到我一起迷路旅行 麻煩各位皇上娘娘 阿哥以及哥哥賞賜一個讚吧